今天拍摄是真的累 之前拍摄感觉都没有那么累 今天拍摄是真的 太累了 可能是因为以前 我去年在上海的时候 我去年都没有拍那个冒帕赛的 我们去年都没打冒帕赛的 我去年在翻不到早上 因为积分直接进了 都没打冒帕赛 那是前年吧 2020年对对对 2020年拍摄 9R是我昨天早点睡觉就好了 妈呀就排不到人 9R后面排不到人早点睡觉就好了 昨天4点半还是几点睡的 我本来想2点半3点钟就想睡觉休息区 昨天最后一把排了40多分钟 然后今天早上10点11点吧 11点起来洗个澡要直接去 只睡了5个多少小时 我声音牙是因为 你们到时候看真的 宣传片你们看就知道 你们知道吗 我今天 还好我在车上发现耗杯冻结了 不然我回来都打不了韩普的 本来没机会没办法打韩普去 我是回来的车上 路上 发现耗杯冻结了 然后直接解封 8点半吧 还好 因为我韩普要解封的话需要那个手机验证吗 被冻结了要解封号需要那个手机验证吗 然后我太晚的话 你进了吗 我也进了 如果太晚了10点钟这样可能家人都睡了 他们没有办法告诉我那个验证吧 没办法解封 最近跟你们说我为什么只能百天解封 因为 晚上 他们都睡了 韩国手机卡在 韩国家里啊 妈呀就是因为这个云 还特意开 我以前都没有 韩国手机号 每个月你 你哪怕是你什么都不做 你 都不会不用那个手机卡 韩国是每个月 最便宜的是 200多块钱 韩币3万多 每个月都要给这个 让我觉得有点浪费 我那时候跟我妈说 不要这个手机号了 不用一直给钱 反正我也不会用韩国手机号 我妈说好 然后来 耗杯冻结了 没办法 韩国那个 对呀 花费最便宜是 最便宜是3万多吧 200多块钱 最贵的有五六百块钱 韩币10万 我高中的时候 用的就是 300多的 因为那时候 经常上网 什么在学校里面对吧 对吧 你们也知道 学校里面 偷偷玩手机啊 什么玩手游啊 什么的 那时候用的是 比较那个的 好像 300多 5万 还看什么对呀 韩剧啊 什么 玩手游啊 什么的 那时候都没WiFi呀 那时候学校没有WiFi呢 看东西是看正常的 不是你们想的那种 直接 啊 不是那种 正常的 说啥啊 那种是 那种怎么可能在学校看 偷偷看 那种可能偷偷看 哦 又排到那个九层绝火哥了